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80后以后 特别是85后 尤其到现在已经90后95后这些人 因为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中国互联网的快速的发展 我们可以随时地可以被洗脑 可以被信息洗脑 那么尤其伴随着改革开放 然后中国进入WTO 那么七个也说过 2021年2001年开始 我们的GDP从2万亿 现在到了15万亿美金 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 那么造成了我们全民族都一切向前看 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教育 都可以做deal 我们今天讲的敏敏的人性的维稳 因为我刚才听三万有先说过 厦门这个事情我就是细思疾恐 就是在维稳的时候可以跟你谈条件 安排工作啊 我给你找个工作啊 你闭嘴啊 这里面也有蓝金黄啊 这维稳这里面正恶 就是说不光是我打压你 把你送上精英病院 我还有这个给你送点糖块啊 我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人呢 在这种这个在市场经济下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那么真的是很难 就像二位刚才讲的 两个方式 一个是走为上级 第二就是你能躺平就躺平嘛 这就是你最大的幸福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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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